尊敬的作為法師 作為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我們一起學習 師父上人 四十八願講祭 這是《無量壽經》第六品 經文雖然不是很長 但是老人家藉由這一品的經文 給我們深入的開解 將佛法當中修學的重點 都給我們細講了 我們得用心去領會 我們得用心去領會 我們上次卻講到布施 這個一開解 六度萬恨 所有菩薩行 都在這六度當中了 而老和尚 在講到布施後面 有提到 我們布施 也要有智慧 認識福田 到哪裡去種福啊 這是大問題 師父有提到了 把種子放在一個石頭上 那種子會爛掉 什麼收穫都沒有 要種在地上 所以拿錢做財布施 如果是正法 那真正重道 無上福田 如果供養 邪師邪法 幫助他造罪業 那這個變成供業了 所以佛門常強調 卑智雙韻 這個智慧 判斷就很重要 我們上一次跟大家有探討 善知識要有失誠 要謙虛 要安平樂道 正值中和 這個才是德行 對我們來講 我們處在墨法 佛說了 邪師說法如橫河沙 那代表邪的多 正的少 除了自己要會判斷的 那親戚朋友啊 我們在聚餐 在閒聊當中啊 很自然的 透過社會當中發生的事件 把這個如何判斷的 帶出來 現在這種 邪師 騙財啊 騙色啊 這些現象 不少啊 這就是一個機會點 這就是一個機會點啊 很可能親戚朋友啊 他還沒有接觸佛法 但是已經遇到這些社會現象 先入為主 他有正確的判斷 對他是很重要的 對他是很重要的 好 好 因為很多事情啊 就像李济學技講的 要淨於未發 就預防法 這位慾 不然 等到啊 他遇到席師 他又不會判斷 陷進去了 這個時候要再勸了 不容易啊 所以什麼事情啊 都有十幾因緣呢 就像我們接觸到老和尚了 有這個判斷力 我們以前在報紙上 看到這種邪的東西 比方說他說 他是比佛法更高的法 那他根本就不懂佛法了 佛是平等的 他在那裡強調 他比佛法還高 好 那接著 我們看一百一十二頁 第二段 老人家提到了 我們這個道場 實在講 還是很有感應 我這一次從香港回來 諸位看到 佛像後面 換了一幅對聯 這一幅對聯呢 是印光大師清筆寫的 不是復印的 民國二十八年 大師七十九歲時寫的 第二年呢 大師就往生圓吉了 對聯 對聯 我們已經做複製品 印刷場 過幾天 會送來 每位同修啊 都可以請回家去供養 這是非常稀有 這是非常稀有 而難得 還有大師寫的 師父 大師之菩薩 念佛 原通章 也是清筆寫的 我們也得到了 我們也得到了 也把它做成複製品 這不可以說 不是感應 所以布施啊 要認真做 哇 那這一段話我們學到什麼 好像常常跟大家在探討 要善學 那假如我們讀完這一段呢 大家從今天開始去找 應光大師清筆的 莫保 忙得不亦樂乎 你看這樣學對了沒有 我學偏調啊 所以要善體會啊 你看老和尚這一段話 強調什麼 它是自然感應來的 不是你去搶去吧 布施要認真做 就這個感應呢 因為老人家 他做的一切 印了那麼多法寶 都是免費贈送的 這樣的心呢 感動這些 有元件的人 不是老人家去找的 人家拿過來 供養的 這是感應 這是人在做啊 天在看啊 大陸的話 老百姓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那當然 老人家也是啊 抓住這個機會點 哇難得 這是我們十三祖 清筆莫保 抓著這個機會點呢 讓大家 讓大家 升起信心 能勇於去布施 不要有什麼擔憂 你看都有這些 好的感應啊 會出現 提升大家的信心 提升大家的信心 大家 了解到啊 我們 扶持一個團體到場 也會有一些 好的事情 我們借這個事啊 增加大家的信心 但是這個心啊 也不能偏掉啊 不能又搞成標榜了 是吧 你看他老人家是 我們自己 大家有信心 那大家想一想 那老和上 比方說對外 剛好 其他佛教界的人 跟他一起吃飯 他老人家 他會不會說 我手上有 映光大師 清筆的 那就變成標榜了 你看言語 對內對外 一不一樣啊 但是用的都是 真心 所以這個 學啊 要善於去體會 不能觀察錯了 不能用錯心啊 而且呢 自己有親筆的 趕快去復應 因為啊 畢竟是 應主的 木跑啊 更多的人 能夠放在自己家裡面 這都有 應主的加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流行呢 應光祖師寫的 墨寶 哇 一字 一痕呢 都是公公正正的 你看著那個字啊 都素然其境啊 而且 我們看著 這墨寶 我記得啊 我初學佛的時候 看到用主的墨寶啊 比較印象深的 人皆可以為遙順 人皆可以做佛 這兩句印象很深啊 給自己建立信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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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墨寶 念佛方人消樹葉 結成 自可轉凡心啊 這兩句印象也很深 包含也見過啊 大師的這個 大師之菩薩念佛原通章 我們盡忠 我們盡忠學人啊 這一篇教會啊 要多讀 這是印竹啊 加上去的 本來是四經一論 印竹加上去 五經一論 我們讀無量塑經啊 都知道了 大師之菩薩 經於此界啊 色念佛人啊 歸於淨土啊 印竹就是大師之菩薩在來 都在色塑我們啊 而且這一段經文 也是讓我們提起信心啊 十方如來連念眾生 如母一子 這是對佛菩薩的信心啊 這是對佛菩薩同體大悲啊 的了解 就不會擔心啊 佛來不來接我了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懷疑啊 你們有沒有懷疑過呢 父母不讓我進門啊 你犯的錯啊 你也不會起這個念頭 不會起這個念頭 只想最多一頓罵吧 不會去起說 父母不讓我救門了 不要我了 不會起這個念頭 所以這個比喻很好啊 但事實上呢 佛菩薩的這個慈悲啊 超過父母的 無量壽經說的 我愛如等 生於父母念子啊 父母對我們的愛 一生一世啊 佛菩薩的愛 生生世世 誰主於我啊 心無暫捨 這是勸發菩提新聞裡面提到的 而沒有佛經啊 我們也不知道佛菩薩 生生世世 都跟著我們啊 一有機會啊 就加持我們 就增長我們的善根了 不讀佛經啊 不知佛恩啊 浩大 所以勸發菩提新聞裡面 把念本思恩排第一啊 在佛經當中 這個提婆達多啊 有一次就要害佛啊 有一次就要害佛啊 結果把一些像啊 都灌醉了 讓這些醉像啊衝過來 上佛陀 好 結果這個醉像來了 佛好像手一舉起來啊 這些醉像都很溫和啊就趴下去了 就趴下去了 傷不了佛啊 這些魔王啊 就覺得佛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神力啊 就請教佛啊 佛說啊 佛說啊 你去問地神 結果這個魔王就問地神了 地神說啊 這地球當中 每一片土地啊 沒有一片 不是釋迦摩利佛 捨生命啊 救度眾生的地方啊 你看佛經裡面這些敘述 我們才知道佛為我們付出了多少啊 所以法華經當中有說了 不只是佛啊 大菩薩們啊 觀三千大千世界 那就不是地球而已了 一個大千世界那麼大 啊 乃至 無有如戒子許啊 戒子啊 一個那麼小的種子啊 那麼小的面積啊 非是菩薩捨生命處 就那麼小的一個土地啊 通通都有菩薩為了眾生捨生命 所以把佛菩薩的恩呢 排在第一因緣 接下來是父母恩呢 師長恩呢 那我們看到啊 剛剛才說到 佛菩薩生生世世 是誰主於我 一切善巧方便呢 都在增長我們善根 連寫書法 都是一樣啊 所以老和藏有留下 很多墨寶 我們華藏呢 有編成冊 有法水長流 還有法水長流 序邊 我們能不能體會這樣 老和尚為什麼寫墨寶啊 耕眾生呢 結法源呢 尤其都把最重要的經教 甚至於是世間聖賢人的道理 透過墨寶啊 跟我們弟子們結緣呢 我們都要做稀有難逢想啊 來受此啊 所以師長 將應主這些墨寶 復應來流通 都是這樣的良苦用心啊 那我們這個時代啊 科技發達 我們能拿到很多這些墨寶啊 要警防啊 啊 墨將容易得啊 便做等賢看啊 你現在拿法寶太容易了 墨寶也容易了 你就不珍惜了 那我們就在福報當中啊 墨落了 都要做儒品得寶祥 那拿到了 照著這個墨寶的教會去做 改往修來啊 喜心意醒啊 自然敢將 所願則得 就像剛剛陳德提到的 印光祖師講 教導了 人皆可以為搖順 人皆可以做佛 那這個法語對之什麼 對之沒信心 改往修來 不要再起沒信心的念頭了 念佛方人消數業 那我們就不要再起念頭 哎呀我業障很重啊 浪費時間 趕快念佛了 業障為什麼常常起這些念頭 當然更重了 老婆上說懺悔 後不再造 不然你又把它想一次 不是再造一次了 唸佛方人消數業 唸佛方人消數業 結成自可轉凡心 那看到這個墨寶之後呢 老實念佛啦 一定能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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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蓮居老居是說的 根深器界前轉換 根深自己的這個身體啊 器界你所在的環境啊 不知不覺啊 就在轉動了 一個真念佛的人啊 一個真念佛的人啊 別人走進他們家啊 就感覺磁場不一樣了 都會轉變啊 好 來看就像應光祖師給我們的榜樣 他到林彥山 去掛單 結果 房間裡面有昆蟲啊 那 這些 寺院的出家人就幫忙 把他們請出去啊 應祖說不用不用 這是我自己修行不好啊 結果應光祖師住京去沒多久 他們全部搬家了 真念佛 這些昆蟲都尊重啊 他們自己簽單啊 所以夏老講 根深器界前轉換 應祖講 結成自可轉繁星 心轉啊 環境也都會跟著轉 好 好 接著 老和尚講到了 真的說不思啊 必須把妄想 不思掉 把分別執著 把分別執著不思 把煩惱不思 把憂慮不思 把牽掛不思 那就自在啊 你要這些東西幹什麼 常常放在心裡 都是病根 全都拋掉 身心清靜自在無比 何必把這些拉拉扎扎扎的東西 裝在心裡 不肯捨掉 這些東西都是毒素啊 都是污染 應該徹底把它清洗 這就是念佛藏主 妻的 主妻的師父啊 常常講的 放下身心世界 都不思掉 提起正念 提起正念 你不把這些東西布施掉 要提起正念也不容易啦 正念就是一句佛號 清靜平等絕 這是真的 越念妄想少了 心清靜了 越念越平等 我是有佛性的 阿彌陀佛即是我心啊 眾生也有佛性啊 眾生也是阿彌陀佛 這句佛號把清靜念出來了 把體平等念出來了 把覺悟啊 念出來了 煩惱清了 智慧就長了 那這一段話 幫助我們看破了 看得破 看破什麼 看清楚什麼了 不要把這些拉拉扎扎的東西 裝在心裡啊 一點好處都沒有啊 不只沒好處啊 障礙啊 障礙我們的自性啊 無量的智慧得能不能顯發出來了 這個要認識清楚啊 這個要認識清楚啊 才懂得自愛啊 不要自討苦吃啊 我們感受感受啊 這個憂慮心起來了 牽掛心起來了 自不自在啊 不自在 不只不自在啊 到什麼程度 睡覺都睡不著 哇 你看現在 要睡覺以前吃藥的多不多啊 可不能把自己的身心整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要自在啊 就要 學觀自在菩薩 行生般若般若蜜多士啊 照見五運皆空 渡一切苦惡 我們的自性啊 被什麼障礙住了 五運 色受想行事 色是物質 就是這個身體啊 這物質境界 你會牽掛這個身體來 你會怕他老啊 你會怕他病啊 是不是煩惱 你會怕死欸 哇 那年紀越大 這種 擔憂越多啊 而且有錢人啊 可能這樣的擔憂更多了 所以有一次老和尚在大學演講啊 有一個年輕人說了 叫我可憐那個窮人啊 比較容易 叫我可憐富人啊 我不容易提起來 老和尚說啊 那個有錢人比貧窮的人更可憐了 我們自己去體會體會 大家注意去觀察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去過 比方 開發中國家 你去斯里蘭卡 你去尼泊爾 你去布丹 他們 他們 國名啊 收入啊 假如跟 美國加拿大比起來 那沒法比了 大家注意看 這百姓的笑容比較灿爛呢 還是這些大都市的百姓笑容比較灿爛 哇那沒法比啊 奇怪了 怎麼越有錢都已經笑不出來了 大家去旅遊啊 要增長健吻 要增長人生的領悟 富在知足啊 真正的富是什麼 知足常樂的人啊 你往往這些經濟很發達的地方 都落入什麼 落入攀比 落入競爭了 哇那哭不堪言了 哇那你看 又執著這個身體啊 光是為了這個身體啊 很折騰啊 折騰之外還照應 我們見過呢 有錢的人呢 為了補這個身體啊 抓了很多野生動物啊 你看那個靈性都很高的 那你這個沙葉就不得了了 那你這個沙葉就不得了了 所以老阿上說了 山山道消福報啊 過去生積了點福了 這一生來消掉 可是重點在什麼 消福報啊 很難不造罪業 我記得初學佛的時候 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老阿上說 山山道觀光旅遊 三二道是老家 出來觀光一下 就又回去了 這些六道輪迴的真相啊 我們要看清楚了 不能隨波逐流了 王老說的 山徒一舵五千劫啊 不是開玩笑的了 真偽生死發菩提心啊 真偽生死就是要出輪迴了 這一生呢 最後生了 不再搞輪迴了 所作以辦 不受後有啊 這個決心要發出來了 真偽生死發菩提心 這是側悟禪師 這也是淨土中的祖師 以深切的信願 以深切的信願來念這一句佛 真信切怨 橫出三界啊 那術出太難了 要斷見後 要斷失後 那太難了 橫出 從旁邊咬出去 從旁邊咬出去 所以看破啊 這明白真相啊 這個身體啊 不能貪阻啊 變成累贅了 當然你不是糟蹋他 不能過 過了你就貪愛他了 花了一堆精神體力 甚至還造業 殺了其他的生命 吃他半斤了 還他八兩了 甚至貪愛這個身體 每天光是 脖子以上 就花很多時間了 還要花不少錢 觀身不敬啊 這個試念處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觀身不敬 不能貪愛 當然你不能拉拉踏踏的 不要一下過又調到不幾句 到時候嚇死人了 人家說學佛的人衣冠不整 拉拉踏踏踏的 很樸素很整齊 給人家一看就是精神 非常 患發才就對了 這個是 色是身體 物質 你貪愛這個東西 對自性有影響 所以常常想著 這個是臭疲狼 不知做 我要去換清虛之身 無疾之體 換跟阿彌陀佛一樣的身體 這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身無差別怨 身無差別怨 跟阿彌陀佛的身都是一模一樣的 指摩真經色身 受想行事 這是精神狀態 精神現象 受感受 當然這個感受 有苦有樂 有不苦不樂 但有一些境界 對某些人是樂 某些人是苦 比方說現在有個電風扇在你頭上 你現在很熱你就覺得 很熱啊 哎呀太涼爽了 對我來講就苦了 我很怕風 這個叫瘦 領瘦 想 思想 你接觸到這一個境界的感受 你會產生你的思想 而且你這個思想呢 停不住 你們有沒有經驗呢 看到一個人或者一個物品 產生一個感受之後 想起十年前的事 想想想想 想了好一陣子才回過神來 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 沒有 幸好你們點頭了 不然我會覺得 怎麼只有我是這樣 我修得太差了 你們的境界太高 那個念頭一個接一個就是行 就是牽流 那個念頭都停不住 叫四念處講的 觀心無常 觀生不靜 觀受 感受 觀受是苦 這個我們要體會深刻 你就不會流令世間了 世間 三界通苦 八苦 生 老 病 死 身體上的 再來 願政會 心理上的 愛別離 求不得 都是苦啊 五陰赤聖 苦啊 停都停不下來 所以剛剛老和尚這些講的 憂慮牽掛 煩惱啊 都停不下來 要把它放下 布施出去 老老和尚說 最傻的人 就是把這些煩惱 垃圾啊 放在自己 純淨純善的心中 我們聽完這句話 別幹傻事啊 別找自己麻煩了 把這些東西清出去 用一句萬德鴻名 把它清出去 心裡呢 就放這一句萬德鴻名 這叫提起正念 下老說的 念佛的時候 一切莫管 萬元放下 字句分明 頻頻長長 老是念去啊 哦 念佛啊 你真的 放下 心中這些憂慮牽掛 念個半個小時啊 這很有法喜啊 都感覺身心輕鬆很多了 當然要有恆心 要持續的念 好 常到啊 法喜啊 對世間 這些慾望啊 就比較放得下來 好 比較不會去貪求它 一貪求 就有求不到的苦就來了 好 好 了凡世訊呢 也是教我們 佛門萬恨 以布施為先 那一般人 談到布施啊 都會想到 東西給別人 所以了凡世訊說 真正布施啊 做通達了 內捨六根 外捨六成 一切所有無不捨者 內外都能放得下 這叫三輪體空 內不見己 外不見人 中不見所思之物 所謂三輪體空 我請教大家 我們做了好事啊 有沒有希望別人知道啊 你們的境界高 你們都沒有求別人知道 我是克制出來 很想講 壓下去 壓下去 知道 不對 這有點炫耀了 是吧 壓下去 實而勉強 終則太難 其實啊 我們起了一個 希望別人知道的心的時候啊 我們敏銳的去感受感受 身心自不自在 還沒講以前就不自在啦 很想講 在找機會 講出去的呢 講的過程 又希望別人 趕快點贊 是吧 講的過程別人沒反應 又很難過了 你看那個心啊 就在境界當中一直 七上八下的 哎呀 真是把自己搞搞得這麼 煩惱幹什麼 啊 這個清靜才有樂趣 做完就不放在心上 這個自在 好 第二是慈戒 啊 六度 第二度了 戒律 佛說的很多 佛說的很多 就代表很重要了 不能忽略了 古大德啊 把佛對於戒律的焦躁 歸納起來 特別成立 那綠藏 經 綠論 三藏 經 是佛所講的經典 綠藏呢 是有關戒律的 還有論 論是 就是佛以後啊 這些 證悟的高深 大德 他們對經典的 開解 詮釋 這是論 好 佛講這麼多啊 可見得他對此非常重視 我們學佛啊 如果要去研究戒律 也需要用畢生的經歷 甚至於一生都研究不完 好 況且我們 不是專修律中 所以 當然你不是修律中 也不能忽視戒律 這是所有宗派啊 都不能忽略的修行重點 這裡老人家指導我們 因此我們只要把握綱領 就得受用 綱領只有兩句話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換句話說 斷惡修善是戒律的精神 諸惡莫作是小臣戒 小臣戒是講自律 對自己約束自己 就是獨善其身 眾善奉行是屬於大臣戒 大臣戒是與大眾在一起相處 我們念念要利益大眾 所以凡是自私自利都是惡 凡是利益別人都是善 這一點了 了凡是訓 談善 首先就是有真有假 利人則公 公則為真 私則為假 更新則真 襲擊則假 無為而為則真 有為而為則假 所以大臣的標準呢 自私自利的都是惡物 所以修學大臣的人 起心動念 都要想到怎樣去幫助別人 怎麼去成就別人 所以小臣戒是什麼不能做 大臣戒什麼應該做 這是大臣菩薩處重的心態 當然利益眾生 卑至雙運 慈悲還有有智慧 首先展現在 面對因緣 要清楚 因緣具不具足 這個就要智慧了 你要冷靜去觀察因緣 不要攀緣 你一攀緣了 自己搞得很累 別人還怨你 那這個就沒智慧了 好 用現代話來講 慈戒就是守法 老和尚進一步延伸開來 因此戒律又分三大類 佛說 經典有記載的稱律儀戒 這是有條文的 除此之外 凡事符合於戒律精神所要求 要求的 就是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佛經裡沒有人 佛也承認是戒律 我們要遵守 所以律儀戒之外 還有兩種 這是把戒律分三大類 另外兩種是 饒益有情戒 摄善法戒 這個都是指大臣的 佛益有情戒是對一切有情眾生有利的 都應該做 或為善法 這個也應該做 所以戒律上所沒有的 不能說沒有啊 我們就不要做 那就錯了 所以戒本中雖然沒有啊 於眾生有利 就要做 可見戒律是活活活活活的 不是史歹版的 因此戒律實際上 包括國家的宪法 國家的法律乃至於 风俗习惯 社会道德 我们都必须遵守 好 所以这个学界也不能 使在这个界条上 要抓住那个精神 所以佛 他这个界的精神 我们能掌握住了 才能活学活用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 老义有情 色善法界 那可能 有同修 他就会想到了 我们做了一件利人的事 同时也利了几了 这个算夹杂的恶吗 那这个呢 不是从向上看了 首先你的动机 你的动机呢 是想去利人 动机不是一开始就是 我为我自己 那你在为别人过程 那当然你也有福报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你得了好处了 但是你还是保持你自己 这种利人的心 你不能得了好处了 一下子自己富有了 然后这个利人的心退了 那这个就顺境当中 福报当中退转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出发性 做事业也是这样 你看我们所有 在历史当中 让人家 津津乐道的商团 他们强调的都是 利从一生 才智道生 你从商 你的动机 我今天要做这个产品 我是考虑到 百姓的需要 我去做这个东西 因为只要不守住 这个出发性 你慢慢慢慢的人心就变了 你一变 福报就慢慢慢慢就没了 所以事业一般都不能长久 那我们看看 在大陆的企业当中 三百多年的企业 同仁厂 这比美国建国都一百多年 我们观察他们在历史当中 这三百多年来 你看他们在坚持 修 修和无人见 纯兴有天知 他在那儿熬摇 没人看到 现在好像都有摄像头 是吧 以前都没有人看见 你是不是货真价实 只有天知道了 实时都要以良心 来做这些药材 而且国家在清朝发生重大危难 施这些医药 给百姓 如果这个动机是利人 同时也顺便利己 那跟世间人比是可以的 但是假如是要做大臣菩萨 我们今天学大臣佛法了 是吧 就要越来越像大臣菩萨 自己的动机要越来越纯正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一个重点 轮回的根源是什么 我执啊 你把这个我这个 常常会想自己不断放下 你怎么出轮回啊 你真明理了 你真肯放啊 不跟自己 法生会命过不去 当然 我们是在家的人的话 我们还有家庭的责任 那是一种道义 一种义务 这个不属于师 但是这个还是自己的心念哦 你是在那里想我想多留一些财产给我的孩子 那是师了 你说他有这个姻缘拖到我们家里来 我要把它培养好 去利益社会 那这个不是师了 你随顺的姻缘 在你的家庭当中 在你的父子 关系当中行菩萨道 所以不能看外相的 看心 那看心了就 离不开啊 不可以自欺 你要很真实 面对自己的心 我接触一些家长 我感觉他们赚很多钱就想买个房子给孩子了 买个什么给孩子了 我感觉这个会比较偏师了 你真正有智慧 不是这样对待孩子的 要让他多磨练 你给他留很多东西了 他反而觉得越来越理所当然了 那就麻烦了 你一心为社会在着想 你的孩子学到了 哇不得了了 他到哪一个行业都是为人着想 他一定那个行业他会做成功的 好 接着老人家再延伸了 古人所谓入境水属 所以这个持戒 还延伸到入境水属 也在戒律的范围之内 佛法强调什么 本土化 现代化 这些精神很有味道吧 你赶不上时代了 那现代人就很难接受了 你说现在假如还像古代一样 要听经得到山上去 还得挂单 然后没事去待一个月 还一个执事给你做 那是没有工作的人才有可能 现在的人家庭责任很重的 哪有可能请一个月的假呢 那你不现代 你不考虑现代的生活状况不行的 还有本土 比方说 这一个国度 规定 在佛式才能讲佛法 那你一定要顾及到这个本土的情况 不然你触犯了 看起来在利益人 事实上 破坏了佛法的形象了 这个我们都遇过了 风俗习惯法令都要兼顾 比方说在深圳 某一个社区很支持 讲传统文化 相关部门政府都支持 你看多么好的姻缘 结果佛弟子 在教室里面发佛书了 结果一发 不能开课了 相关部门主管通通被调查 好凶办坏事 这个都是没有入境问数 没有了解清楚情况 做事不能激动 一定要顾及法令风俗 在外国守外国的法律 遵守外国的道德风俗习惯 才能与当地一切有情众生和睦相处 这是持戒 所以不要把持戒看着时代版 佛讲的五戒十戒要守 把人拘束到动禅不得 那就错了 那就太过了 尤其 我们这几十年 社会的生活形态的改变速度非常快 你要掌握原则 活学活用 不然搞得这个持戒 弄到都每个人觉得身心动弹不得 那你说那没学佛的看着都害怕了 他不敢学了 世间法令规章 每隔数年要修定一次 因此时代在变化 生活方式在变化 意识形态在变化 几年前定的条文 现在不是用了 但是不管条文怎么修正 这个精神不变 懂得这个原则 才能谈持戒 那持戒 是守法 老人家进一步又强调了 学佛的人一定要守法 这里讲到的守法 守佛的教法 佛讲的四弘四愿是法 你不遵守 修学就不能成就 我还可以拉回来 自身的修行 一定要遵守四弘四愿的次第 我们看到许多学佛的现代人 他不要前面两院 心量很小 烦恼很重 他一开始就要广学多文 他想成佛造 当然成不了 四弘四愿的三条都不要 只要一条 哪里能成功 绝对不能成就 这就是不知所法 哇 你看所法 很广的哦 那我们看到 师长讲了 许多学佛的现代人 他不要前面两院 那我们这一句 拉回自身来讲 我们有没有听老案的讲经 听着听着 这一段教诲我不要 这一段教诲我要 不能犯这个问题哦 假如说老案上 这一段教诲我要 那一段我不要 那不是跟老案上学了 那跟自己的分别执着 爱真心学了 佛法是叫我们放下 爱真 放下贪真吃 不是换对象哦 有啊 我遇过学佛的人 我爱死无量受精了 他就不学地指挥 你看 他什么心在起作用呢 爱真 爱真在增长 佛法是一个缘 我们用什么心态 去接触这个缘呢 很关键啊 你心态没有爱真 老善知识讲的 都依效奉行 不简责 哇那你做一条 一条受用 你的境界就向上提升了 假如我们不是用这种 沉静恭敬的心来学了 我们用爱真了 那这个就越学越爱真了 越学越执着了 有这个团体跟我探讨到了 他说我们这个团体当中 怎么学无量受精的不学地指规 学地指规的不学无量受精 当然我们要了解一点 学地指规不学无量受精的 可能比较多是什么 他还没接触佛法 他是接触传统无法 那大臣佛法这么好 他们怎么不想接触 有可能他看到这学佛很多年的 觉得这么执着 他有点害怕了 先来后到 先来的人责任还是相对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这个学无量受精的 一直在那里 你们不能只学地指规 要学无量受精 我们学大臣佛法的人 学无量受精的人 何言爱你 劝欲侧净 你不能是要求指责的 你要威仪助持有责德 你要有身教 才能柔和直指设身德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佛法是个源 我们不善观自己的心的时候 我们那个控制要求 会在学佛之后更增长 以前学的道理还没那么多 现在懂越多了 更多地方可以控制要求 所以善用心跟不善用心 差别很大 我跟一个妈妈交流 我跟她说 孩子在学校读书 学传统文化 但是你们父母更重要 家庭教育的影响超过学校教育 你们要好好做 他接了一句话 每一个孩子能不能成 这个跟他过去生的善根有关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你看我讲一句 他马上颁教礼 给自己台阶下了 推卸责任 所以你说这个找借口 推卸责任的习气 关照不到 越听经 推的老和尚说的 佛经讲的 那没人敢接你的话 所以要善负自己的 贤负等十六正式 首先要恢复自己 你们有没有遇过学佛的人 越来越会找借口的 你怎么跟他讲 他像太极犬一样 统统都可以 撇到一边去了 那可不行 好 就像我也常常提到的 你看那个责任感不够的 哎呀随缘随缘 不要搬圆了 不有余计承担 还把佛法的随缘 两个字搬出来 这个叫合法掩护非法 自己的心灵就是不对的 还用这么合法的大成教理来掩饰 所以学佛先去打破 我自去一关 实有商量处 好 所以不能挑 从明师受戒 这个戒不只是五戒十戒 是老师的教戒 尤其是什么 修行的知见 正知正见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应光祖师讲的 学佛 首先要建立正知见 因为正知正见 指导我们的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我们学佛了 这个知见首先要建立 我已经遇到佛法了 佛是觉了 我要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会 不能随顺烦恼习气了 这个知见要建立起来 我们不举多 因为这个一讲又是 一个主题了 我们有谈过 如何建立修学的正知正见 包含我们之前 要学习论语之前 我们先建立正知正见 你才好去纳授论语的教会 你心态不对了 观念不对了 你学了不得受用了 我们就举一个 老儿上在教导当中 给我们建立的一个知见 佛法是内学 内 要反省 向内 内观 内省 莫向外求 莫向外求的变成 要求别人 批评别人 这个有个妈妈 刚好我们坐这一桌 她先生去上厕所 她先坐下来 我就跟她聊了一会儿 发现了 她最近听经很少 所以整个正念就保持不住了 结果过了差不多十几分钟 她先生来了 她先生一坐下来 她就对着我说 法师你要告诉我先生 让她要跟我一起学习 刚刚她自己还说她 她都不怎么听经 是吧 人有内省了 自己已经不认真听经了 你还去要求别人听 你看这个外求的心太强了 他这么一说 我对他笑一笑 然后绕啊绕啊 随着话题绕回来 我说善知识 莫向外求 你看看 一开始你先生一坐下来 你是在外求了 佛法是内学 我们每一个佛地词都知道 但是我们没有用上 那就不得利益了 不净则退 没有用上 那还是向外了 懂得道理越多又向外 麻烦了 越容易看到别人的故事 以前没懂那么多道理 还不觉得有那么多错 现在懂了 所以这个戒老师的较劲 跟修行有关的 不能不重视 莫向外求 不然佛门进不去 偶艺大师讲 专求解过 不择人非 这句话 我到了海口 在我的书本上面 第一页 我就写了这一句话 一切法重新想成 专求解过 不择人非 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年了 落实的还不怎么样 常常惯性很强 很惭愧 我现在还在修着一个往内 不能往外了 接着老人家讲到了 佛教你持戒 你有没有做到 团体生活 佛制定的基本戒条 是六合经 老上总结 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 行门的纲领 修学的基础是三福 待人一六合 处事待人 跟人相处 待人一六合 处事修六度 尊普贤愿 佛之教化 能事必已 我们刚刚讲了 你持戒 要掌握纲领 所以老上 在大藏经当中 给我们挑出行门的纲领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这五个行门 就是我们 静中学人的纪律 我们依这五个行门去做 因界而定 定就是亲近心 真的我们思维一言一行 我们都想着要符合这五个经论 五个行门 我们慢慢的烦恼就少了 习气就淡了 心就会亲近了 所以在团体生活当中 要说六合静 我们做到没有 老二上 设问 让我们反观一下 假如这是佛教团体 做不到这六条 那我们没做到 那是破何何生 破何何生的果报 在阿比地狱 天天破何何生 天天造阿比地狱业 你不度地狱 谁度地狱 当然 严师出高头 老二上在这里 严格教导我们 这样我们才会散步口业 不及以他过 你说可是 这个做法不符合老二上教的 谁没有符合那是谁的错 我们在那批评那是我的错 一码归一码 别人发脾气了 你就要跟他发 那不对啊 所以 他做的不对 我的态度是 我做好感动他 而不是去批评 说实实在在话 也不是因为他讲了我们才批评 是我们本来就有这个习惯 有没有人还没进佛门都不批评 进了佛门才批评 没有啦 只是刚好佛门这个缘 把我们本人的习惯掉出来了 所以 不要打混账啊 一码归一码 他说是他的错 所以我们在五轮关系里 在团体里 别人对不对啊 不是最重要的 我要先做对 我做对了 我才有净本分 我做对了 我才有劝别人的本钱 基础 我们自己没有做好一劝人 造成人与人的不愉快了 人家心里就想了 你有没有做得比我好还将我 所以大学说 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非常符合人情事宜 你有这个优点了 你再去带动别人 你没有这个缺点了 你再去互念他改过 我们现在都太着急了 都往外看别人的错了 没有反观 我做得好不好啊 一反观了 我也做得还不够啊 等你真正做彻底了 他自然就被你感动了 我们现在时间都没有花在最根本最重要的上面 都花在字幕上了 最根本最重要是什么 修身为本 提升自己是最根本的 但是我们真的冷静下来看一看 我们没有把提升自己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没有花最多时间去下功夫了 好 老后上讲了 西方世界很美好啊 我们假如行为不相应了 就没有份了 所以最近常跟大家探讨 相应很重要 所以学佛的同修啊 头脑要冷静 你才能把事实真相观察的清清楚楚 利害得失就摆在面前 这些啊 皆是持戒 好 好像有同修提出问题来 那个 这个同修说到了 虽然知道啊 要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早日成佛普度众生 可是还没有一句 能亲近相应的佛号 三根没有基础 家人沦常 为何 好 那 他面对这样的情况啊 有些困惑不减啊 怎样能 在平常道中啊 圆满落实地之规 解身冤结 得尽信 身净土 地址年过半百 又是 若止疲囊 不知 可还可用的时日 好 这个首先啊 感觉你心里有点担忧了 我们起担忧啊 忧虑牵挂呢 不得其振 修行啊 就是修这一颗心 你常常担忧未来 心就已经在烦恼中了 安住当下 才能不被过去 现在未来烦恼给控制住 那 你看 这个念佛心 什么时候才能亲近相应呢 你就当下老实念 其实我感觉啊 就像刚刚跟大家探讨 我们修行 首先要建立正知见 那正知见当中第一条 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有一起探讨 就是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欺 谈到念佛了 那我们想到什么 刚刚才探讨完了 万人放下 正念提起啊 那我们为什么念的不够相应 我们在念的过程 没有检讨啊 我念的怎么样了 我念的过程 好多妄念 担忧 那我经一次长一次了 我应该放下这些担忧啊 那这个要多听经了 你听经明理了 担忧这些事情 一点帮助都没有 担忧也是一种习惯啊 也是一种性格啊 这个要改啊 都要下功夫 我感觉我们修行的人啊 要改个性啊 比较容易消极 比较容易没信心 比较容易召集 急于求成 没看到什么效果呢 又开始气馁了 都是这些心态在那里 恶性循环 你就老老实实的 守好这一个念头 老老实实的 依照定课去用功 依照应主讲的 行柱坐卧穿衣是饭 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你说我还是忘念很多 很正常 都有一个过程 不要着急 说到根本上 都是心脏要调整 包含 这个 家里面这些情况 你都不能着急 那冰冻三死飞一日之海 可是要有信心呢 人之初性本善 我们正极了 自然能够感化家里的人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压力 因为我们耗命子 人家都知道我学佛 家里现在改变也不大 好丢脸 你看无形的压力 烦恼都过来了 修行人 观心为药 老实听话 老实听话 真看 自己的心 不要都落入自己习惯的烦恼 当中 好 你转个念 五十又四了 跟我一样过得中秋了 你要更积极念 而不是担忧 我身体好像越来越不好 都是你跟念头 能不能转 绝迷就是一念之间 家里面的情况 可以是压力 也可以是动力 也是自己的一念之间 所以诸位同修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性格要转成 面对事要positive 不要negative 极乐世界是无量光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 没有阴暗的地方 所以个性也要越来越开朗 不要消极沮丧 好 时间超过了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那个 有问题 我们再找机会探讨 这个邻居是这个问题 不问会不会今天睡不着觉 假如会可以问 不会的话 那我们下一节课 你把问题写上来 我们下一节课 再根据 老上的这些内容 就会回答你的问题 老上讲的都是法药 大家不要手上那么多药都不吃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一定要我解杂了 那就变成执着了 你听经的时候 随文入关 你自己就想通了 陈德当时候开始学佛的时候 都没人可以问的 但是很有信心 我现在心里有烦恼了 听老上讲经 差不多十五分钟 问题就解掉了 其实所有的问题 不就是一个念头转不过来 你听了哪一句教委 你愿意接受了 这个心念就转过来了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